反覆貌學生占領立法院行動總召林非凡 28號晚間接受的年代電視節目 新聞面對面的訪問 與國務黨立委蔡振元當場杠上 雙方唇江舌劍的精彩畫面 讓網友為之叫好 直接下了林非凡店蔡振元的註解 精彩的片段各自在網路上瘋傳 林非凡與藍營立委蔡振元純槍舌戰 蔡振元回應 程序委員會就像是菜市場討價還價 是政黨之間條件交換的場所 林非凡一番言論 逼得蔡振元直落下風 這段影片也在網路瘋傳 有網友評論 代議政治的敗壞 把重要的案子拿來利益交換 罔顧民主 也有網友說 這就是私心政客 以純粹公民意志的差距 言辭犀利口條清晰 反覆貌學生代表林非凡 敢在330大遊行前 系上政論節目 果然再次引起話題 新廠的電視 台灣台北整理報導